这只虚弱的猫被称为互联网上最悲伤的猫 它已被收容所注销 但一对富有同情心的夫妇收留了它 度过了它的最后一刻 它们不知道在回家后的一个小时内 它们会目睹一些惊人的事情 2016年4月 一只橙色虎斑猫被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的猫 刘哥华市中心东区发现的 后来被命名为本杰明 巴顿或本本 它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从这个社区获救的动物 市中心东区被认为是整个加拿大最贫穷的社区之一 遗憾的是它不是对于像本本这样的无家可归的动物来说 由于该地区的状况 而饿死或死于疾病的情况并不常见 当一名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官员最终发生了与猫的交流时 本本的状况不仅很糟糕 而且很极端 它正紧紧抓住生命不放 只用了短短一毫秒的时间 它就知道情况很严重 离开本本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这根本不是一个选择没有再三考虑警官把它抱起来冲到了唯一的地方 它想到的地方是温哥华动物急救和转诊中心 它很快就受到了专业团队的欢迎 它们很快就开始对江猫进行治疗 尽最大努力诊断和治疗它所受的大量伤害 它们就是在这里发现的奔奔的病情有多严重 虽然还不到一岁 但它已经熟悉了这个世界的邪恶和不人道 它营养不良 它的脊椎被严重挤压变形 无法活动 几根椎骨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它的脖子上有很深的刺伤和割伤严重感染 这表明它受到了大型动物的攻击 团队还发现了严重的满虫感染 事实上本本过度地抓伤了它的耳朵 以至于由于疤痕组织现在已经变形 导致它标志性的花椰菜尔 它接受了静脉输液并治疗伤口 但鉴于第二天早上的情况 团队只能尽力让它感到舒适 本本被转移到BC在接下来的十天里 动物协会医院的工作人员继续监测和治疗它的病情 在此期间许多人对收养它产生了兴趣 但当意识到它的高维护和医疗需求时 最终放弃了 由于这些确切的原因 一个家庭很快将它带回收容所 就在它被送回后 它被认为无法被收养 负责照顾它的兽医声称 它再也无法走路 并且止痛药会影响它的生活成为终生必需品 它的生活质量已经在下降 它们没有资源来长期维持它的治疗 尽管心碎筋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收容所决定对本本实施安乐死 本本计划于5月被安乐死 2016年1月1日 生命的第一年还没有结束 医院工作人员说本本已经完全放弃了 就好像他知道自己的日子即将到来一样 他不再吃喝 以前的小动作现在也不再存在 本本的悲惨命运成为现实 只是时间问题 安乐死的厄运 威胁给小猫脆弱的生存 蒙上了阴影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的绝望感越来越重 但就在一切希望似乎都破灭的时候 失去的命运 以一位名叫桑迪 温多福的兽医技术员的形式介入 他照顾本本的决定 将永远改写他一生的叙述 桑迪对收养并不陌生 尤其是当涉及到有特殊需要的猫时 他展示了一生对动物福利的奉献 通过他的教育认证 和他在温哥华动物紧急和转诊中心的工作中 在该领域的丰富经验 他遇到了许多案例 每个案例都有自己独特的挑战和心碎 但没有一个能让他做好准备 应对压倒性的严重性和情感深度 当本本来到他的急诊诊所时 只要看到虎斑猫的脸 他的心就融化了 在那一刻 他立即知道这不仅仅是另一个案例 他现在回家告诉了他的男朋友丈夫亚当 图特讲述了本 本被转移到动物医院后 那只猫偷走了他的心脏 他无法控制自己 并密切关注他的健康状况和收养状况 我所能想到的就是 我必须将他带回家桑迪说 当桑迪得知即将实施安乐死时 他将其视为一个征兆 收养本本已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决定 在预定安乐死前不到24小时 他们赶往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这对夫妇面临着有关比 本的可怕状况的警告 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收养他生命的第二次机会 不管那天 他们可能在不确定的情况下 面临什么挑战或代价 但在信念的推动下 他们设法完成了一切 并把本本带回家 但他们不知道 在短短一小时内 一切都会以你永远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变 尽管受伤永久性瘫痪骨感染和慢性疼痛 本本立刻充满了咕噜的微笑和第一次拥抱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 他终于安全地回到了家 回到了爱心看护者的怀抱中 很明显 本本就像主人决心要好起来 就在他入住几天后 令人震惊的是 瘫痪的凯蒂迈出了第一步 一开始他非常虚弱 只能拖着脚走 然后由于脊椎受伤需要休息 本的走路更加摇摇晃晃 但他的父母还是惊呆了 尽管兽医说他再也不会走路了 但他却在积极地努力证明他们错了 桑迪和亚当站在那里冰冻的泪水 在他们的眼中闪烁 本本的决心和坚定不移表明了这一点 即使是最小的步骤 也可以克服最大的挑战 几个月来他们的公寓里 铺满了瑜伽垫 以帮助虎扳猫的运动和恢复 日复一日的练习 他变得更加坚强 在康复的考验中 他对生活所提供的一切 感到更加快乐和兴奋 晚上当桑迪和亚当坐在本 本身边轻声对他说话时 他们会抚摸他的姜黄色皮毛 感觉他的马蹄颤抖一天比一天更强 当公寓里回荡着小小的胜利的声音时 本本的旅程成为了坚韧的证明 他的日常工作变成了一系列微小的胜利 无论多么摇摇欲坠 每一步都代表着对困难的反抗 桑迪和亚当对他的进步感到惊讶 桑迪和亚当继续提供坚定不移的 支持这只曾经脆弱的姜黄色猫 成为了希望的灯塔 证明即使面对困难 随着时间的流逝 桑迪和亚当目睹了一个奇迹 这对夫妇从未遇到过 像本本那样坚韧和坚定的猫 在几个月内曾经瘫痪的基地 可以和他一起行走更远的距离 到了年底 互联网上最悲伤的猫 已经变成了乔一的球 随着本本的力量不断增强 本本不仅能走路 还能跑 甚至能短距离跳跃 他顽皮的天性 是不是每天早上都充满了 猫玩具在地板上滚动的悠扬声音 本本曾经一动不动的身体 现在充满了新的活力 桑迪和亚当会分享微笑 看着他追逐羽毛和毛绒老鼠 他的决心在心中回想每一次顽皮的飞跃 他总是顽皮地寻找下一次机会 偷几个吻或者更好的款待 以前认识他的人都不会相信他的进步和转变 这些成就使本本成为了一位深受喜爱的网络红人 至今仍被他所认可 悲伤的脸皱巴巴的耳朵和下垂的眼睛 但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是世界上最快乐 吃得最饱的小猫 本本的神奇转变故事在网上分享 意外的事件发生了 一位看过本本故事的人 声称拥有更多关于虎斑猫的信息过去 这个人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回忆起他们与那只猫的联系 他们认为这只猫是本本 根据他们的说法 一位前邻居汤普森夫人是一位年长的灵魂 以他温柔的举止 和对动物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而闻名 他收养了一只流浪的虎斑猫 并亲切地给他取名 每天下午 汤普森夫人都会坐在本吉的门廊上 本吉依偎在他的腿上 他饱经风霜的双手 温柔地抚摸着 就像毛皮经常扶过皱巴巴的耳朵 耳朵上戴着不为人知的过去的令人心酸的伤疤 可悲的是 当八十岁的时候 故事发生了悲伤的转变 老妇人去世留下本本 现在本本突然被汤普森夫人遗弃了 汤普森夫人没有孩子 本本是她离开时唯一的陪伴 本本发现自己在街上徘徊 带着曾经充满爱和陪伴的生活的回忆 但也冒犯了人为自己在寒冷和危险的街道上 但今天克服一切困难 本杰明现在八岁了 不仅熬过了困难 而且再次享受生活 他把空闲时间花在吃奶酪 看电视上过着幸福的生活 桑迪和亚当已经使用了本杰明 本的新名声旨在倡导反对虐待动物 并为其他有需要的动物收容所筹集资金 这对夫妇希望本本的故事 能够激励人们寻求收养 并生动地提醒人们 第二次机会可以带来一生的爱和爱 当我们惊叹于本从绝望到欢乐的非凡旅程时 我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疑问